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继续观看由法庭老师出品的复制稍微简单学习系列课程 那这一节课呢是我们学习这套课程的最后一节课 那时间过得非常快对不对 不知不觉我们就马上要把这一套课程学习完毕了 那考虑到这一套课程的学员呢 基本上都是爱好摄影的这样的学员对不对 所以我在最后一节课 要给大家去讲解一下你在摄影后期调色的一般思路 给大家去明确一下拿到一张片子 你到底该如何去进行调整 那我们如果是使用相机进行拍摄的话 一般来说我们保存的图片格式都是绕的这样的一个格式对不对 如果我们用PS去打开绕格式的这样一个片子的话 其实他默认会进入开末绕这一个插件 我们需要在开末绕里面去对这一个片子呢 做一些简单的调整 然后再把它放到PS里面 当然呢 我现在这一个片子它不是绕的格式 它是GPG的格式 那所以呢 我们打开之后啊 它就直接进入了PS 那我们可以去使用开末绕这一个滤镜 来模拟一下进入开末绕插件的这一步 我选中这一个图层 选中之后呢 去点击菜单栏这里的滤镜 下方有开末绕这一个滤镜对不对啊 点击一下这样呢 直接就可以进入这一个滤镜 那开末绕其实它在PS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在摄影后期调色的时候 经常能够使用到这一个命令 它的调色功能是非常非常强大的 那进入这一个滤镜之后啊 或者进入开末绕这一个插件之后呢 我们首先需要做了 就是去观察一下这一个图片的曝光啦 以及影调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 先去处理这一个图片的光影关系 如果你觉得这一个图片比较暗的话 你就简单去向右拖动一点点去增加它的曝光啊 如果你觉得它比较亮的话呢 你还可以在这里去降曝光啊 它就会变暗 这些参数都给大家讲过了 对不对啊 简单的去对它的这一个影调去做处理 那大家来看它的阴影部位是非常非常暗的 对不对 向右去拖动阴影的一个滑块 你会发现阴影部位它会变得越来越亮 我们让阴影部位的细节呢 去让它变得更加的突出 对不对 那下方还有一个黑色的滑块啊 可以使用黑色的滑块呢 去确定一下它的黑长 就把它最暗的这一个部位给定一下 这样它的光影就定死了 对不对 当然了 高光的一个部位 也可以简单去对它做一些控制啊 向右去拖动一点点 让它的高光再变得高一点 对不对 那我们把它的这一个阴影部位提亮之后啊 它的对比度一定会降低 对不对 那所以呢 简单再加一点点的这样的对比度 大家来看 那整个影调我就处理完毕了 处理完毕之后呢 你还可以去通过下面的这些纹理啦 清晰度啦 包括去除薄物啊 去把这一个图片做的更加的通透一些啊 都是可以的 你自己去进行处理 那下方还有饱和度的控制 对不对 如果你觉得这一个图片的饱和度比较低呢 你就给它增加一些饱和度 那这是对这一个图片整体的处理 对不对 那整体处理这一个影调之后呢 我们再去使用一些局部处理的工具啊 去对这一个图片局部的部位 你想去制作出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去对它进行特殊的处理 例如我想让这一个延时的部位啊 它这里高光变得非常非常的亮 去突出这一个延时的部位 那我们就可以去使用一个工具 叫做调整画笔工具 对不对 它是CAMERAL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 就是上方属性栏这里 点击一下去设置这一个调整画笔工具 选择这一个工具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使用调整画笔工具啊 去在这里去进行拖动 一拖动 你会发现这里就会出现了一个状态 对不对 我们可以去使用这一个调整画笔啊 去对我们涂抹的部位 单独的去进行控制 那此时它是有颜色的 对不对 我们可以去点击这里的三道杠 下方有一个诚挚局部校正设置 一点击 大家来看 它直接又恢复为了原样 对不对 那此时呢我们就可以去通过下方的这一些参数啊 去控制我们涂抹的部位 这就是调整画笔 你涂抹哪一个部位 就可以对哪一个部位做一个单独的调整 例如我想让我涂抹的这一个部位 它的曝光度变得更高一些 大家来看 我只需要向右去拖动 我涂抹的这一个部位是不是变得越来越亮 大家来看 那我就可以去把这一个延时的部位给突出出来 对不对 还可以去向右拖动去增加它的纹理 去增加它的一个部位的清晰度 大家来看 那这样呢 这一个延时的部位就突出出来了 包括这里呢 我还可以去涂抹一笔 大家来看 它又变亮了 对不对 在这里还可以去涂抹一笔 这一个延时 它是不是直接就突出出来了 当然呢 那我们不止可以去设置一个调整画笔 还可以去点击这里的新键 然后呢 你在这里还可以再去涂抹一笔啊 对这一个部位再去做一个控制 那这一个调整画笔在激活之后呢 你就可以向左去拖动啊 再降低一点点的曝光 大家来看 这里的曝光不要降的太高 如果降的太高的话啊 和这一个部位就冲突了 对不对 我们想让这一个部位 它的高光变得更亮一些 那使用调整画笔 简单的处理 就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对不对 所以说调整画笔呢 它是CAMERAL里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 这个工具啊 你一定要会去使用 那接下来呢 还可以去制作出一种特殊的效果 我们可以去使用 这里的渐变滤镜 对不对 点击一下 切换到渐变滤镜 按住键盘的Shift键 从这里到这里 对不对 就可以拖动出制作一个 渐变滤镜的这样的效果 那此时呢 这一个天空 它不是很蓝 我们就可以去使用这里的颜色 我点击一下 去给它设置一个蓝色在里面 对不对 大家来看 那这样呢 天空是不是就变得非常非常的蓝了 大家来看 我点击确定之后 它直接就被我们处理了 更加的通透了 对不对 来看一下前后的对比 之前的 之后的 之前的 之后的 大家来看 通过简单CAMERAL的处理啊 就可以把这一个图像处理为 这样的一个状态 当然呢 如果你觉得天空这里还不怎么通透 我还可以去提高它的通透程度 在这一个滤镜里面啊 我们可以直接去使用这一个纹理的画块 或者说使用这一个去除薄物的画块 对不对 向右去拖动 你会发现这一个天空的部位会变得更加的通透 当然了 此时我们还没有激活的一个滤镜 对不对 我要点击一下 去把它给激活 激活之后呢 向右去拖动 你会发现天空的一个部位 就变得更加的通透了 对不对 例如 我觉得这样可以了 那我就可以直接去点击这里的确定 大家来看 这样的一个效果 直接就调整完成了 对不对 我们仅仅只是通过了一部 CAMERAL 就把这一个图片调整为了这样一个状态 那在CAMERAL里处理完之后呢 它就会直接进入PS 对不对 我们再去对它剩下的一些工作啊 在PS里面去进行处理 例如 我们去给这一个图片特殊的部位 去加上某一些特殊的效果 直接使用PS里面的一些工具 一些命令 对不对 都给大家讲解完了 你再去进行处理就可以了 到最后啊 从PS里面直接去把这一个图片给导出来就可以了 这就是你拿到的最终的这一个效果 最终的这一个片子 那这就是摄影后期调色所要遵循的一般步骤 如果你经常去摄影的话 你就遵循这一个步骤啊 来进行后期的调色 到最后呢 你就能够拿到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效果 那这套课程呢 到这里我就给大家讲解完毕了 希望大家在学习之后呢 都能够对PS啊 有一个很好的把握 当然呢 在后面啊 发听老师还会不断的去推出一些比较好的 这样的新的课程 那后面的课程我们不见不散 じゃあ我们就会付出来了 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看看